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我是下凡哥哥 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 从世事记的故事开始 大家一定发现了 从厄陀涅 以护和山家这几个世事 可以看出来 他们呢是天父爸爸挑选出来的 不但对付外族侵犯 更带领大家 重新回到天父爸爸面前 可惜的是 百姓们就好像把这些世事 都当成大英雄一样 他们说的话就照着去做 就这样的来敬拜天父爸爸 其实呢只是因为尊敬 或者是惧怕这些世事的缘故 所以等到他们一过世 他们就忘记了 而且一代比一代忘得更严重 因此后来的世事 也有每况愈下的情形哦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 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从以护和山家他们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民转个头 又去做那些得罪天父爸爸的事呢 而且还跟着人家去拜别人的神 还忘记天父爸爸的教训 所以天父爸爸就把他们交在 统治下所成的迦南王野兵的手里 这个时候野兵有一个大统帅 叫西西拉 他的大军呢 驻扎在夏罗市这个地方 那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的人 而野兵的大军 最令迦南人和以色列百姓所惧怕的 就是他有900辆铁战车部队呢 他的个性又十分的残酷和暴虐 他这一统治以色列就是20年 在这样暴虐的统治之下 以色列人民不断地呼求天父爸爸的帮助 好救他们脱离野兵网的压榨呢 当时的士师是一位女先知叫迪波拉 她是拉比多的妻子 这个就有趣了 不是有士师会带领百姓们 去对抗那些侵略他们的人吗 怎么这个时候又有先知士师 还会被人家统治20年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好像以色列人有祭司立位人 可是怎么会忘记节旗和敬拜上帝的事情呢 这就是百姓们渐渐脱离了神的话 他们不再专心地跟从天父爸爸 那些士师祭司或立位人说的话 没有人去听了 就这样百姓是各自过活 但是呢又受到野兵的统治 随着时间越来越大的迫害 大家开始受不了 就开始回头去哀求天父爸爸 这个时候才想到他们的女先知 也是唯一的一位女士师迪波拉 迪波拉住在伊法莲山区 他常常在拉玛和伯特利之间的 一棵棕树那里就坐在棕树下 而许多以色列百姓就去那个地方 请他为百姓的纷争主持公道 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百姓开始来找他了 要请他为百姓们祷告天父爸爸 赶快来解救他们 这祷告了一段时间 终于有一天 他派人到拿夫塔利的基底斯城 去招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来 对他说 天父爸爸 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说 你要从拿夫塔利和西伯伦支派中 召集一万人 带着他们到塔坡山 天父爸爸要引导野兵的统帅西西拉 带着他的战车部队和其他的军队 在基顺河跟你打仗 但是天父爸爸要把他交在你的手里 巴拉一听到这个消息 可是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就算他带了一万人去 野兵光是铁车部队就让人害怕了 那些其他善战的军队更不用提了 可是巴拉想一想 如果底波拉真的得到天父爸爸的指示 那就真的没问题了 可是怎么可以知道 是不是天父爸爸的指示呢 于是他就回答底波拉说 如果底波拉你愿意跟着我去打仗 我就去 如果先知你自己不敢跟我去 那我就不去了 底波拉听了巴拉的回答 就叹了口气说 唉好吧 我就跟你一起去 可是现在这场仗你打胜了 也不会得到奖赏 因为天父爸爸会把最后打败西西拉 这位大将的荣耀交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底波拉讲完之后 巴拉就回去召集拿夫塔利和西部文支派的人 带着这一万大军和迪波拉一起往基底斯出发 可是这大军一出发 这消息就慢慢传到野兵的大将西西拉的耳中 当他们前进到塔婆山的时候 西西拉也已经聚集了900辆铁战车 和他所有的军队离开大营夏罗舍 到了基顺河那里去 这段时间两方都开始布阵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战争也一触即发 终于底波拉对巴拉说 前进吧 天父爸爸已经率领你了 就是今天 天父要把西西拉交在你的手里了 于是巴拉就率领着一万人的组合军 从塔婆山上面全速地冲下去 巴拉的军队发动攻击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特别在前队的人 一个个看着冲上来的铁车 早就心里已经忐忑不安了 没想到西西拉和他所有的铁战车 正在全速往上冲的时候 就快到以色列的镇前了 这些铁战车突然就失控 彼此冲撞着 整个铁车部队 有的往回冲撞 有的互相撞成一团 把西西拉自己的部队 给弄得一团混乱 这一下子 随着整个铁车的混乱 这一万人就顺势冲了进去 一下子 把整个野兵的大军打得溃败不堪 西西拉看着大势已去 赶紧跳下他的大车 干脆徒步奔跑 免得被巴拉他们锁定了目标 一下就抓住了 这个时候 巴拉不断地追击他们的部队和铁战车 一直追到他们的大营下罗舍 这下子 西西拉可真的是全军覆没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 大营都给打翻了 而西西拉一个人拼命地往前跑 一路上躲躲闪闪的 想尽办法要躲过巴拉部队的追击 这个时候他逃到了基尼人西柏所住的地方 看到他的帐篷就往西柏的帐篷那去 基尼人西柏是住在基底斯附近 萨拿因一个橡树旁 他放牧生口为生的 他离开了其他的基尼族人 是单独一家住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 他们是摩西的岳父 叶特罗的后代子孙 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可是同时呢 他又住在野兵的辖区里面 所以呢 和野兵也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这个时候 西柏的妻子叫做亚裔 他一看到是西西拉大将军来了 那个狼狈的模样也看出来 他应该是打了败仗 正在逃命 就赶紧出来迎接他 牙裔对他说 阁下请进我的帐篷吧 不用担心 西西拉就赶紧进去 牙裔就让他藏在一个脸目的后面 把他挡起来 面对人家看到他 西西拉这样一看 才放心 松了口气 对牙裔说 姐你给我倒杯水 我淘了很久 口好渴 牙裔干脆就打开身旁的一个皮带的牛奶 给他喝 然后再让他藏在帐篷里面 西西拉喝完的牛奶 终于放松了下来 整个人感觉他好疲累好疲累 就对牙裔说 请你站在帐篷门口 如果有人来 问你说 有没有人往这跑 你可要告诉他们说 没有人来过哟 西西拉这才讲完话 那个疲倦感整个淹没了他 他一倒下 就沉沉地睡着了 天父爸爸轻易地让西西拉的铁车部队整个混乱 带着巴拉的部队打败了下所的大军 可是最重要的大将 西西拉却跑掉了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西西拉就会这样逃走了吗 故事还会怎么发展呢 小朋友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下饭哥哥先说到这儿咯 下次可别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儿童圣经故事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可以借着电脑的网络来点选收听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祝福你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天天有主耶稣与你同在保护你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爱小孩小弟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我好